和乐面在我们陕西非常树欢迎 但是它这个种类也比较多 有这个桥面和乐 白面和乐 还有这个玉米面和乐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白面和乐 大家好 我是观传较陈老师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操作 和乐面咱们首先要做一个肉瘦子 肉的话咱们选择这种前腿肉 肥腮素气就可以 把这个肉给它肥素分开 全部给它切成小丁 切的时候 这个瘦肉要比这个肥肉稍微切的大一点 咱们这个肉全部已经切好了 接下来咱们再准备一个大料包 有这个炒果三个 香沙两克 陈皮一克 香叶一克 小茴香两克 花椒三克 桂皮两克 八角两克 凉酱三克 配好了以后 咱们装入这个卤肉袋里面 然后咱们放到清水里面 给它泡一泡洗一洗 主要是把上面这个灰尘给它洗掉 锅里面咱们先加入250克的大豆油 油温100度 咱们先把这个肥肉先给它倒进去 先给它炒一炒 把这个肥油给它炒出来 这一步咱们就是为了炒出来 这个肉臊子肥肉吃起来不油腻 肥肉炒到这种程度 稍微有一点点发黄 咱们把这个素肉给它倒进来 今天咱们这个肉的总量是500克 炒到素肉颜色发白以后 咱们放入25克的姜末 然后再放上20克的葱花 先将葱花姜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紧接着咱们放入20克的料酒 给它去去腥 再加上15克的生抽 放上10克的红烧酱油 给它上个颜色 紧接着咱们再加入200克的开水 然后放上咱们这个料包 再放上两克干辣椒 一克胡椒粉 两克白糖 再加上10克的香醋 接着咱们开这个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炖上20分钟 咱们在炒肉上的时候 到底是加水还是不加水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做法 如果咱们加水的话 炖的这个肉时间比较长 炖出来这个肉比较软烂 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水分炖干 这个肉的话不宜长时间的保存 如果咱们炖肉的时候不加水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火候控制好 火太大的话容易把这个肉炸干 同样导致咱们这个肉吃起来 发干发柴 炖到咱们这个油看起来比较清亮了 咱们这个肉的水分 基本上也就炖干了 把这个料包先给它捞出来 接着咱们加入5克的盐 10克的西红辣椒粉 给这个肉上个颜色 最后咱们再放上两克鸡精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将这个搅拌均匀 然后咱们再炖上个一分钟 将这个辣椒给它炖熟 将这个红油给它炖出来 炖好了以后 咱们关火出锅 这样咱们这个肉扫子就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还要做一个咸汤 锅里面咱们先加入15克的大豆油 油热以后咱们放入10克的葱花 10克的姜末 然后给它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咱们加入5斤清水 接着咱们放入35克的盐 8克的味精 5克的鸡精 5克的白糖 2克的胡椒粉 全部给它倒进去 再加入20克的冬菇酱油 20克的生抽酱油 2克的13香 然后咱们开大火将它烧开 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咱们再加入一勺 扫子油 这样咱们这个咸汤就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和面压和了 500克高筋面粉 咱们放上4克的盐 咱们加盐 主要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度 先将盐给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260克的温水 这个水温的话 咱们要稍微高一点 大概就是50度左右 水的话咱们要分次加入 边倒边搅拌 为什么咱们要用50度的温水来和面 因为用这个凉水和面的话 和出来这个面压出来这个和了 吃起来口感有些发应 揉虫面团以后 咱们给它盖起来 松弛上5分钟 面熊到以后 咱们进行第二次揉面 这一次的话 咱们一定要把它揉的时间长一点 一定要把这个面给它揉光揉银 咱们将面揉到这种 表面比较光滑以后 咱们给它搓虫长条 用刀给它切成250克大小的面剂子 先拿上一个面剂子 再粘水 然后放到咱们这个和了床子里面 然后给它银速的压下来 压完以后 咱们用刀将这个面头给它切断 刚压进去以后 咱们先不要动 等它飘起来以后 咱们用筷子给它动一动 防止它粘到一块 面条煮上两开以后 咱们就可以捞出来了 它已经煮熟了 然后咱们捞入粮食中 稍微给它过一下 这一步的话 主要就是做出来这个面条 更加的劲道 咱们过完水这个面 一定要吃的时候 在锅里面给它回一下 放上两勺咱们这个素扫子 撒上一点韭菜 浇上咱们的咸汤 最后放上咱们这个肉扫子 这样咱们这块陕西特色的和了面 就做好了 面条光滑劲道 咸汤汤鲜味美 关注学习功德创业小吃技术